活力色彩 流線型軟頂車頂 方正車身輪廓 機器人眼睛般銳利時尚的車頭燈 全球第四大汽車製造商雷諾 富科1972年R5經典車款 轉為帶有復古未來主義時尚的R5 E-Tech電動車 在2月26號登場的日內瓦國際車展亮相 一度銷售暴跌 岌岌可危 雷諾以電動車華麗回歸 電動休旅車Synic還一舉奪下年度汽車大賞 更要與大軍壓近的中國電動車巨頭比亞迪較勁 在2023年超越特斯拉 成為全球頭號電動車車廠的比亞迪 才剛使出價格最大殺手件 大打電比油滴的宣傳 推出軟硬體升級但不加價的禽PLUS榮耀版 起售價只要35.45萬新台幣 震動中國車市 上市一週訂單量已經超過2.3萬輛 又在25號推出736萬台幣的最貴車款 楊萬U9搶攻國際超跑市場 除了低價到高價全崩 擴大新能源車價格戰 低批約3000輛的比亞迪電動車 也運抵德國布萊梅港 此外 比亞迪除了將在瀟亞利設廠 目前也傳出意大利政府有意邀請設廠 面對比亞迪以成本優勢強勢搶佔歐洲市場 歐洲各大汽車商嚴正以待 靜新聞 獨立馬高 西洋銀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實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一手掌握新聞